哎呀 我们孩子有代科老师了 有辅导老师了 我觉得特好 我一直在听这个 我觉得吵得好老师了 你相中了 对 相中了 一个辅导数学 对 一个辅导英语 有希望吗 这学习成绩实在让我揪心啊 就觉得两个特负责任的老师 但是我在想两个地狱的人 我们性格上会有反差 一定是这样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 比如说你们刚才说的一件事 就穿服装这个事 我觉得一定是有他另一面的 女生说我穿成这样 你看他就阻拦我 觉得我不好看啊什么的 那他就是在管住我 我有一个女朋友特别好玩 有一次我们要做一个晚会 要求大家都穿晚礼服 他呢就说 哎呀 我都没穿过晚礼服 我去买一件特别好看的 然后整个后背露着的 结果他第二天来的时候 我说你这后背怎么没露着 他说你别提了 我们家那口子特别讨厌 我在家穿给他看 他说你这个背不行 你这么露着 别的别的人会看见 他说那我就是露着 要让别人看见 这设计就这样 他说那不行 我晚上把你缝起来 真的 他连夜把他缝起来 一难的 把这个晚礼服的后背缝起来 而且你知道吗 因为他本来是露着你缝起来 你需要加一块布 他的手可真巧 他连夜还加了一块布 把他往后面缝起来了 所以第二天其实这晚礼服挺奇怪的 但是这个女性跟你的反应不一样 她特别幸福 她就觉得爱她 她说她真讨厌 她就不让我穿 你看她烦不烦 她是带着娇撑来的 对 所以她不像你说 那么讨厌 还让我把删了什么 你想她连夜找了一块布 把它缝上 这个事也挺欺人 她找那个到底是黑布 还是肉色的布 没有 它是一件白色的晚礼服 后背露着 所以她就找了一块白色的 真好 白色的布 其实有点不伦不类 但是她觉得很辛苦 她用个披肩遮着 还遮着呢 后背都没有了 还遮着 我说你老公没让你披个棉被来 她说她差点就让我套着大衣 说就露着前面 我说你套着大衣 看不出晚礼服 她说对 后来她就把我缝上了 我觉得其实你看 有另外一面的 就是她觉得通过这件事 我老公也太爱我了吧 你说她这事做 就是她觉得 她看到另外一面 很幸福 所以这个事是可以拐弯的 同样 你们在偷偷努力这个事 我觉得也有另外一面 一般人说 我偷偷地努力 我要变美丽变好 我要更配得上对方 但你这样想的就是 她要甩了我 她要甩了我 她不是为了配得上我 所以你永远是把她 推到另外一个极端 当然我觉得女孩 有点小心手 我是理解的 但是你一定要想到 这个事情有另外一面 如果你可以站在另外一面 你会体会到 很多的甜蜜和幸福 这个男孩 当然有她轴的一面 所以做了很多 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么这种不可思议 也是爱的不可思议 就这 好 谢谢曲莉姐 太难了